你好 欢迎收看3月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宜慧 福利乡农会在今天举行的农民节庆祝大会 表扬了超过百位优秀农友和家政班员 现场还有多项的摩采礼 让在场的农友及家人们是玩得不亦乐乎 福利乡农会3月4号上午办理农民节庆祝大会 表扬超过百位的优秀农友以及家政班班员 现场也有多项的摩采礼品 让在场的农友以及民众玩得不亦乐乎 立法委员福昆奇也到场祝福 恭喜福利乡的每位农友 总干事张树华表示 与参与农民节的所有贵宾以及获奖农友之意 感谢所有对农产贡献良多的所有农民伙伴 在疫情之后观光潮逐渐稳定期间 也持续的行销复礼在地农产 农会在我们所有上级长官 还有我们县政府的支持之下 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成就 还有最感动的就是 我们在今年我们跟公所合作的很多的活动 都是人潮挂满 然后都是迎合非常多的掌声 所以福利农会厂开大门 会跟公所一起团结 努力一起合作 来带领我们所有的农民 能够来发展我们农业的六级产业 让我们台湾更多的游客喜欢到福利来 这次金油农民节活动 不仅是推广福利优质的农产品 更期许透过福利乡 让有机农业拓展到花莲的各乡镇 而花莲产出的有机产业是全国之冠 也同时发展六级化的产业 从春夏秋冬都有旅游行程规划 让更多人看见福利 看见花莲 记者高松双福利乡采访报道